路口紅燈騎機車減速 突然右側大樓噴出大量黑色濃煙 兩位機車騎士先後閃避 目擊民眾看到傻眼了 持續飄出陣陣煙霧 其中一位機車騎士腳狂踩地板往後退 另外一位穿越斑馬線往前騎 嚇到回頭看到底怎麼回事 回到現場這裡是台南東區東平路 就是這一棟大樓的小鐵門 裡面有兩根煙囪 似乎因為長期排黑煙 周邊都鍍上一層灰 大樓主委解密 原來是因為發電機測試 就是這部二十多年的老古董 機械式的柴油發電機 放在大樓地下室 每個月定期保養 由於啟動瞬間會冒出大量濃煙 但排煙管的位置剛好朝向大馬路 還曾經有一次嚇到民眾 以為發生火警 驚動 警銷道場 有一次在發的時候 人家報的消防隊來的 有這麼多樣的喔 對啊 說我們這裡賺什麼 我沒有做這十幾個案 眾議員都在過濾市 可以加那個人 警察多少費用啊 十八萬 因為是柴油發電機 那會有黑煙冒出來的狀況 這個個案呢 我們會針對用空污法 第三十二條第一項去做一千二到十萬的罰則 畢竟柴油機也有年份了 環保局機查要求改善 大樓恐怕得想想辦法 多花一筆錢改善排煙設備 免得下次又為了保養 嚇到來往人車 TVBS新聞顧手艙台南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